我感觉这个手腕和手臂是绷成一条线直接推出去的 在击球的瞬间的时候你也板形不能乱晃 教练我想学打乒乓球 我想问的问题是 长腰在凡手位如何进攻 行 就是也是对方拉你或者蹭你的手 对吧 那我给你发几天打两个 因为我以前打颗粒的时候 我也知道就是你现在这个手离身太远 这样再打 稍微离身近一点 离身近一点的 然后你这个手腕绷得不紧 稍微再紧一点 在击球的瞬间的时候 你的板形不能乱晃 要感觉这个手腕和手臂是绷成一条线直接推出去的 对 你再试一下 对这个好 别往下摁 对 对 因为你本身不能造弧线 如果我这个球拉的弧线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你不用往下摁的很多 如果我这球高的时候 你手拿高了往前去打就行了 你不能造弧线的时候 你就再往下摁这球更下往 对 对 对手离身你近一点 对你可以人往前站点 放松 对你放松 这个劲儿再硬一点 现在是从头到尾都直 放松去瞧这个球 找准机球点 对往前站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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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球时间找好 别等它跳到最高点 它一跳高你就压不住了 对 好我现在给你拉几个稍微弧线再高一点的高调 去打一下 去打一下试试 手拿高 对手拿高一点 你引的这一下是斜着的 就低 球在这 球在这呢 拿起来 平着去打它 对 对 对 球高了 手拿高 看球 对 重心都不用往下坐了 球弧线这么高的时候 我重心低一点 那球弧线更高了 我重心就起来点了 你手不能这样举到头顶上 不能这样放 就要重心站起来点 比较好的 对 对 球高了 重心也高一点 对 对 对 压住 对 你机球那一下要很干净 就机球这一下 手上不能那个动作做得很脱筋带水的 要一下很干净的打出去 对 对 对 再来 再来两罐 对 对 你回去练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其实你这样现在弧线 比较统一的时候 你防着还可以 就要注意一下 可以让别人给你拉一些低一点的 高一点的 你整个人去找那个比较好的一个机球的位置 而且你那个手腕还是得注意 就打颗粒 所有的颗粒 不管升胶正胶 机球的时候不能晃 它不能像那个 不能像反胶一样 机球的时候抓板去制造摩擦 它要直接顶住这个球 就全是撞 你有一点摩擦 这个球就飘了 就会很容易失误 好吧 刷国球会 还是你会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